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俊宇提起公訴 老天有言 這些人終於被起訴了 高太太 妳在看高雄氣爆的新聞 對 氣爆好像有比較恐怖 真謠地動 到處都在爆炸 我怕就怕死 怎麼都沒睡 那時候看到死傷者被裁出來 好難過 就這樣死了32人 300多人受傷 是啊 結果昨天 終於調查出結果 說是當年的公務員 建工眼熟不死 讓管線包覆在香涵內 然後那個禮藏融化工 也沒有在維護管線 才害管線破這麼大一個洞 結果那天晚上 融化在因書秉溪時 發現管線壓力 核流量異常 也沒有以規定通報 他以為沒事繼續送氣 就害秉溪一直外洩 最後才引發氣爆 台灣人就是這樣啦 大夫指手啦 隨便搞啦 這次被起訴 是他們活該啦 希望法官判重一點啦 不過那些罪名啊 最少好像只能判五年耶 這麼少喔 怎麼會這樣 而且啊 公務員只抓了三個小官來扛罪 其中兩個還是已經退休的耶 夭壽喔 我要被昏倒了啦